也会遭遇到乔安山似的尴尬吗 在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细节 乔安山救助了一位被汽车撞伤的老人 反对对方的家属 冤险为肇事者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把十分钟交出来 车里别人开走 其实老师当时就知道 这个不是我创的 就是儿女说 女说不用十有的时候 你去那歌他歌曲 当时我心里很难受 歌手雪村在他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中 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不过那个故事的结局要美好得多 老张开车去东北 撞了 招式司机耍流氓 好了 多亏一个东北人 送到一元风无针 好了 我就用东北话去阐述了一个 好人的形象 但是我并没在里头去说 这个人就是雷锋 他不是雷锋 他只不过说 别人会认为他做好人好事 是一种雷锋精神的一种 细微的体现 这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曾经风靡一时 这一现象可以视为整个民族的一种心理暗示 不管时代怎样改变 深圳中英节的陈冠玉 上海的徐虎 北京的李树立 河南的徐鸿长 我用事实来回答 说明雷锋 他的精神 他的生命还在延续 在这个人身上延续 介绍 怎么样 二一 许春蓝 到 王军 到 王军 到 金 有 到 从此走向繁荣湖前